大家好,歡迎收看《秒頭分析》 我仍然是主持Mandy 當然,繼續在我身邊的是DOTO5 上一集跟我們討論了很多美國股市的情況 大家聽完DOTO5說完之後 在我們的秒頭的APP 也有很多人熱烈討論 上次提到加息可能會暫停或放緩 其實是否真是一件好事呢? 會不會我們不加息的情況下 會對市場有好的情況出現? 這個十分之好問題,Mandy 很多投資者有興奮 好像覺得聯邦儲備局好像已經給了 對市場已經離場了 無論你負責升到多高 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現在都是最主要目的 現在聯邦儲局已經改變他的目的 他的目標是要 要拘捕著市場 不要讓市場跌 我要跟DOTO1一致行動 是不是因為如果市場繼續跌 會有很大的損害? 對市場跌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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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上一次在12月的時候 那次的跌倒後 已經差一點跌倒後 因為加息問題 是因為加息問題 但那次的救回力只是把bubble延下了 现在目标很清楚 就是慢慢升上来 但如果你留意下幅图 这是一个3个月的股票图 你看它仍在下跌下跌 如果你说两条线 它仍在下跌下跌 虽然川普这位总统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美国 没有总统给买股票的推荐 他叫人买股票 股票是值得买的 正常是否不会这样 当然不会 你不是股票评论员 你不会叫人买股票 他提出了一个购买预论 第二他提出的 Mnuchin 去6间银行 找他最大的6间银行 一起搞定市场 跟着吩咐巴威尔 拜托你不要再加息 搞了缩表 还有你太论盡了 现在你不说话 等耶伦帮你说 耶伦帮你说 耶伦帮你说了两次 你想想有没有搞错 他不是一个局长 他可以出来说两次 两次都是说 联邦署别局 他觉得不会再加息 接着Vice的Chairman 也会出来说 今年我们最可能会减少过两次 我估计是不会加息 不但可能缩表也不会缩 因为他们看到 有个缩表已经来 他们知道 最终的账号已经出现了 他们都尽量想救回市 但你说救不救到呢 我看不到 你想想他做了这么多功夫 这班人 基本上全世界的央行 联手是托市的 你想想 昨天 今天是星期四 再说一次 是1月17日 昨天有个新闻 德鲁铛 就 就 发出一个新闻稿 在Bloomberg 就说 他们现在要 self investigate 他们自己 fraud money laundering self investigate 自己查自己 为什麽 我叫你 姐姐 小萌妹 我买自己 你现在 这张卷是否去回考卷 麻烦你自己改好自己给分 我不看 你又有没有这么可恶的事 接着监管机构 吩咐 recommend Deutsche Bank 和 Bank of Commerce 两家 基本上是德国最大两家 叫他们两家 不要merge 不要merge 因为现在Deutsche Bank 他今年股价已经跌了48% 他在11月时 还不但被一些执法人员 上他的办公室 炒了很多文件 怀疑他的Money laundering 现在还在进行一个调查 这家银行的信用已经不破产 而且他的投资已经错过了 股价是强了48% 德国政府已经吩咐 你们两家银行 因为太弱了 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两家太弱了 你们不要merge 你们不要连结 麻烦你Deutsche Bank 你出去找外国的银行连结 你不要搞我这家commerce bank 你想merge 你去另一家merge 你想想 如果你是好东西 Mandy 譬如我的儿子 这个女孩真是好人品 如果她的新妇好 我也很想这样 但我说 你不要搞我的儿子 你出去找另一个男孩 德国就是这样的意思 德国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要搞commerce bank 你不要跟他merge 你出去找另一个国家的银行 去merge 他不是好东西 那是好丝还是坏丝 你觉得对Deutsche Bank 当然不好 是不好吧 还有 self investigation 他现在 这个 真的很搞笑 你是不是很搞笑 就是self investigation 他 money laundering 你是不是很搞笑 但是市场反而如何 他昨天升了7% 你是不是很ridiculous 这个市场是否很ridiculous 加上川普上场之后 他加倍扭曲情况 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基建措施 来到fiscal stimulation 来都加大了这个bubble形成 是 是 也都他再次吩咐 雷毛钱不要再加息 和缩短成为改 令到Libberbo再次增大 现在的marble是distort了 就是一些bad news become good news all news are good news 但是despite这些所谓all news are good news 那个market都是prop up不到他们想要的地步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美股现在和高位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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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Hazard 昨天又提出了一个警告 喂 我发觉我们和中国的谈判 structure 即是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进展 no improvement 就是我们和中国的谈判上次 上次一月的谈判 是没有任何基本上的进展 是是是 但是市场是无理 这些是完全无理 是 例如还有什么不理 Citibank Citibank 和Golman Sack 这段时间就出了 出了 result Citibank 十分差 但是那天估计还升 是的 昨天Golman Sack 出了 result 和Bank 和Bank 那当然他们出的 result就好了 那估计会上升 但是为什么这三个银行出了 result 你没理由 Citibank出了 result 是那么差 出得那么 below expectation 那你想要跌的 跌不到 它就升 是 它就升 Golman Sack 那你升是正常 就是这些东西 现在无论是什么新闻 都是升 不单止 前段时间有一个叫做 叫做 叫做 Empire Empire Manufacturer Productivity Index Empire Manufacturer Productivity Index 它原本估计是12点 但出来只有3点 是19个月之内最低的一次 但是市场都没有反应 都是升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央行 职员的服务相 是要将 由川普带领 是要将股市托起 已经是出尽九牛义虎之力 来托起 那其实它之后一路托起了 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出现 是人为地托起 令市场有个兴奋 最少在它任务 它经常想在任内期间不要爆这个温暖 因为在10月那时太恐怖了 因为那时跌太多 1月回来即刻在新年假期 已经在后面做了很多事情 1月4日那天已经出了招数 马上出来来准备市场 你看看现在美国的负债244Tillion 是3倍的Total Global Economy 现在环球的债务是244Tillion 是3倍的整个地球 所有国家的经济体系 你说现在几恐怖的债务庞大 其实这样搞下去最后会有什么坏的情况发生呢 那它还继续托市 现在继续托市 我估计它们现在不再加息 因为无论它通胀有多高 我相信它也不敢再加息 因为它知道再加息 市场一定承受不了 其实它不用加息 它只要继续托市场已经承受不了 你不要再说加息 我想下次出来原谅 就直接说 不要说Data Dependence 直接Data Dependence 也不说 可能说Rate Cut 可能直接说Rate Cut 这个是说笑 应该不会的 因为实在是大恐怖 但是Rate Cut 可能今年可能会有减息情况出现 因为我预计今年 市场一定会有改善 因为Data Dependence 实在是太庞大 那它没有说不再加息 只不过是你猜 那它也未说不加息 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现在Vice Chair 它加息今年会有减少 它的预计 就是会两次或以下 就是少过两次 可能是0、1 我们最重要是看它 1月会有声明 我现在在等 我什么都不敢做 在等它1月会有声明 看看它有什么言论 那当然 如果它真的说得出名 是不加息 就是一个recession的开始 那我就 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 这么说 那就是很180度转变 我相信 它应该 不会在1月这么说 但是 现在呢 因为它每个月都有 会后的记者之在会 所以它其时都可以 其实它这个不加息 这个宣布 什么时候都可以说 突然之间发生 突然之间发生 所以我们 其实 我跟你再说 就是 我现在就不信联邦处处 它已经失去了 我唯一一样的信 就是这个Yield Curve 那个Yield Curve 告诉大家 我怎样做 如果Yield Curve真的 inverse 就在6至24个月出现 那我相信在今年秋季 应该 inverse 就会出现 所以 大家准备好 那其实 你们想希望联邦处处 说这句话 希望它不加息 我再说一次 就是一个Death Wish 因为联邦处处 在最近13次 加息周期 有12支是加到 recession出现 是有一次试过 就是1990年中 是没有出现 那么它的记录是12对1 就是不可能会 就是少于10%是没有recession 所以 就 反而这么说 就是你希望它继续加 就是不要说加息完 那么你最少可以这个PALY 还可以玩来少许 是 但是你说这个比率很少 因为它都已经说加很少 那么其实呢 联邦处处也都知道 它再加息呢 其实它在12月最后加息呢 我觉得都是最后一次加息 因为它不敢再加 因为它看到12月那个 那个剧烈的市场反应 PALY是十分之害 已经是 是 它已经 是 它已经 成身震斗 我相信它不敢再加 不敢再加 除非它通胀真是很 很厉害 很厉害 它很难再下这招 知道吗 因为它一再加息 根本我跟你说 10月那次加息 已经是最后加息 如果这个情况下 譬如你 你会不动 那我们这班 这样的PALY用户 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不是完全不动 我现在在做一些事 我都是 增持是黄金的比例 那我就不停是 吸纳黄金 来套顿回 Hedge 我美元的储备 那 就 黄金 我始终 我有机会 我会跟你很仔细地分析 我怎么看黄金 临结束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少少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 新闻就是 一位很資深的投资者 过了身 那这个投资者 是很多 我们很尊敬的 投资专家 亦都很尊敬他 我也很尊敬这位投资者 那他有六点 六点的投资策略 是给大家 年轻人去投资的 那我 有三个很认同 我想跟你说一说 有很多分享 作为今天结尾 他就说到投资 首先就要 令自己一定要有规律 规律 他说年轻人 你不要当你投资 投资当作一个是全职工作 投资不是全职工作 知道吗 因为所有尝试捕捕短期炒作的投资者 都是一个输家 所以你不要听那些 基金佬 那些投资家说 我要最高出货 最低入市 我每天要day trade 我要捕捕捕每个星浪 那些是垃圾 令这么多人去尊敬的人物 现在他就留下这样的提示 他说 所有尝试捕捕短期炒作的投资者 都是一个输家 大游戏 day trade you doom to lose doom 一定会输 这个就是他积累了这么多年 以及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计划 day trade 是不会成功的 没有一个人 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问我明天 买什么股票 我唯一大量 不知道 我不是神 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可以讲长线 投资可以很简单 定期买入 他就指定期买入 指数基金就可以了 不要尝试捕捕时间 不要猜 做少错少 做少错少 我经常说 你做多错多 你不要经常做东西 常常在这里很努力做东西 是不行的 你只要做对一次 你就赚很多钱 不是你很努力做东西 你就赚很多钱 你是要做对一件事 你就赚很多钱 有道理 他意思就是这么说 自己的财力减少 错误 你越做得多 就越错得多 令你的财富享受乘数的效应 并成为赢家 我这么多年就是拿着这个中子做的 你不要经常想明天会怎样 你想长远一点 这个trend是怎样 第二件事 不要聘用理财顾问 意思就是 你为什么要买基金信 那些人呢 自己 你是不是有特殊问题 你有特殊技能的困扰 你是不是有特殊儿童 他说 除非你有特殊的需要 否则不要浪费金钱 找其他人为你管理资产 你为什么要用基金管理资产 你为什么要用基金管理资产 你傻的吗 你真的是费的吗 你自己管理资产不行 真的 又对 你自己又老 你为什么要相信基金老 除非理财顾问 可以引导你有规律的投资 就是说来说来说 有规律的投资 知道吗 不是短炒 对 不是短炒 留在游戏中 他说 年轻人要谨记 你现时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事 都只是你整体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正如我本书所说 我第一句就是 Investment is the lifetime war 你投资是一个整世 你人生的一世战争 不是战役 是战争 里面有很多战役 你是不需要赢完所有战役 你只要赢足够的战役 你赢了这仗 你已经够了 所以你要留在游戏里 每一个战役 都是一个小的战役 人生渔戏 不要对现时面对的疫境或挫折 看得太重 知道吗 是 年轻人 不要轻易言败 留在你的人生游戏中霸 因为这个Investment war It's a lifetime war 是你一生中的战争 不是一个的战役 你无需为了一个战役而伤心 也有挫败感 因为你要有很多战役 你要去征服 这个就是留给你们的终局 还有 不要为金钱而烦恼 每天你都要珍惜身边的人 尤其是你家人 是最重要的 没有一个人是爱惜你更多 家人是爱惜你更多 保护他们 不要令他们有忧心 这个就是我最好的终局给你们 谢谢Mandy Dr.5的意见真的很正面 这个是充满正能量的 亦都提醒了各位 一些你平时没有注意的东西 如果你们再有其他问题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秒头APP 在App Store下载就可以了 下面的QR Code都可以scan scan了它就可以下载我们的APP 如果你们最重要是什么 平时可以在秒头搜索Dr.5 做他的粉丝 我们有最新的资讯都会通知大家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